有些同學有疑問就是要如何來使用我們教雷切的時候 然後廠商提供了這套軟體 那這裡我錄成影片然後再跟大家講一下 首先看到這是我們的畫面我們的介面 那左上方這邊這是選取 那這兩個我們等一下再講 首先從直線開始點它然後左鍵按一下 再按第二下你會發現按完第二下之後我們的直線就停了 那當我選擇這個折線點點點點 你這個線段可以一直延續 好 那如果要停止的話就按ESD 好 然後呢 這裡 曲線 這個 壓住 點 壓住 手描要放喔 這樣子 那你就可以把它曲線畫出來 好 一樣要停按ESD 然後呢 這裡我們有一個圖形選取 所以我們這樣選取之後 這個 這個圖形我們就把它選取到了 那節點選取呢 等一下喔 那節點選取呢 我們現在 點選這條曲線 那我們每一個點 我們剛剛滑鼠左鍵每按一下的時候 都會出現一個白色的點 這個叫節點 那節點 點下去之後你會看到有黑色的 然後呢 你可以調整 調整它的大小 調整它的方向 好 讓你的東西更 更符合你的需求 好 那 要就回來 好 然後呢 欸 中間滾輪 中間滾輪 旋轉的時候 你可以調整你的視角大小 然後壓住中間滾輪 等一下喔 如果跑掉的話 按一下上面這顆 壓住中間滾輪 好 壓住中間滾輪的話 你可以移動 就是 這樣子 移動你的平面 好 那 這個在你們畫圖的時候 還蠻有用的 然後注意看這邊 每一個單位 這裡 每一大格 這十 十就等於是一公分 你可以注意看一下你右下方這個單位 OK嗎 那你在畫圖的時候 請 請 注意 你畫的圖的大小 和你要的物體的大小 OK 好 來 那我們上禮拜有講 名字 這樣打 好 OK 好 然後呢 這上面字體 好 記得旁邊這個沒有T的 這代表 我們 這個軟體裡面沒有吃這個字體 那你如果點選的話 你字會消失 你就要點旁邊有 有這些T的字體 OK嗎 好 所以我們隨便點一個 好 這就出來了 OK 對 那我上禮拜跟大家講說 你們要畫 畫一個自己的名牌 好 那我現在這邊 隨便拉一個 然後你看喔 這樣點 就回來了 剛剛有沒有看到它一瞬間有一個 十字形的 東西 然後這邊我覺得不順 所以要調一下 OK OK 好 先這樣 好 那今天我們 上禮拜我們就講說要做名牌 好 等一下這裡再蓋一個月 好 那這樣名牌就完成了 然後我跟你們說 你們今天如果 之後切 像這個部分 外框的部分 我們確定要切斷嗎 切斷 然後這個孔 這個孔我是要來傳線的 那 這些地方都要切斷 那所以你就給它一個顏色 那如果今天你像YCH這邊 你有別的打算 你可能只是想要讓它燒成黑黑的 或是讓它淺淺的有一點燒下去的感覺 你都先給它另外一個顏色 OK 好 那我們上禮拜就講到這邊 那有些同學就問說 好 那如果今天 今天我這個字啊 我讓它大一點 好 大一點之後呢 我希望它不是只切外框 的話 要怎麼辦 那 這是我們第二堂課 我們會講的內容 那這邊一樣跟大家講 就是 你這邊 激光切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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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激光切割的意思就是 雷射切割 好 那因為我們這個軟體 是從大陸邊來的 那 雷射切割 那就是把這個外框 整個把它切斷 那 紅色這邊你現在看到 它也是激光切割 所以 代表說這個地方 它會走外框 那如果 功率射小一點的話 它就只會 燒 燒上去 如果功率射大一點 它就會跟外面 黑色的一樣 燒串 但今天如果要讓它整個填滿呢 這裡點兩下 這裡 激光掃描 改激光掃描 那速度和功率 我們 上個時候再講 齁 那 當你改成激光掃描之後呢 這裡 按一下 設置 填充掃描圖 圖形 點一下 有沒有看到我們字就跑出來了 OK 那這裡你可以再試一下說 好今天如果我再把它換為切割 有沒有 就只有外框了 那這部分是你們可以先去做調整的 然後還有 你們 看右邊這邊 這個圖層 這個地方 你們在做的時候 請先思考一件事情 哪些地方該先切 哪些地方後切 齁 來 你看這裡 我這個YCH 如果我先把外框切好的話 那我這塊板子是不是會掉下去 就 就掉了嗎 好 那 你不可能叫機器說 好你機器你再把它點起來 然後 再繼續切這YCH 沒有辦法 所以你在 設置 右邊這個圖層的時候 請把它往下拉 OK 我先切紅色這一塊 切完之後 黑色這塊就把它切完 好 那 這裡 等一下 路徑優化這邊 好 你可以 這裡要點喔 按圖層順序 按圖層順序的話 它才會照我們現在這個圖層的順序來跑 OK 那我這裡還是一樣把它電聲掃描 那 剩下的 部分 我們 下一次上課的時候 會跟大家講 那大家再看一下 OK嗎 好 先這樣囉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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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